这是一个我们香港的一个肢体发过来的问题 在香港或亚洲是很快速多元文化的社会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说的 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思想形态同时在发生 大家都要一起说话 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思想跟计谋 请问在这样的环境要如何活出基督 传扬基督 也接触其他人把信仰影响他人呢 在一个很快速的社会 尤其是城市社会 第一的特征是很快 每个人没有思想就讲很多的看法 另外我们看的时候是很多元化 人种有很多 人的opinion看法有很多种 那么人在这个时候呢 灵就很混乱了 因为人的话 人的看法本身是带着有一个信念的 所以很多人就在这样的社会感到很混乱 不知道怎么判断 情报泛滥 那么圣经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神面前有能力 能够攻破一切坚固的阴磊 然后叫人降服于基督 那圣经给我们的能力是什么能力 真理的能力 真理的能力 你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人人都提出他们的看法意见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个绝对不变的眼光判断 那是来自于神的话 所以神的话不是单单合用性而已 很多人读神的话 这句话好可以给我安慰 那以后还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是缺乏安慰 靠着他加给我力量 凡事都能安慰 对 这些是神的应许 但是我讲的是 圣经要成为你的中心思想 你的整个思想脉络 你看人 看钱 看事情 看社会 看政治 有没有圣经的一个思想 圣经的总原则在后面 所以当你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人无论讲什么 你会发现 其实不是多元化的 所有的人都在一起 讲自己要讲的话 这个叫人本 但是当你是降服于圣经 降服于真理的 你是神本 以神为本 以神为中心的 所以到头来只有两主 一个是人本 一个是神本 一个是人为 一个是神为 求这两者 所以在人的东西 人的意见 人的看法 多起来的时候 一定会变乱的 人的意识高举起来的时候 变成像巴别塔时代一样 那巴别塔时代 你就看见 结果就是变乱 对不对 但是以神为中心的 神会保存保全他 那他等到人所说的 要做的都发表出来之后 那人自己自取灭亡 那人走了一大圈子 到后来用人的方法 也不能解决人的问题 用心理学也不能解决 人的心理问题 有精神病的人越来越多 医学发展了 这种看法 很多要吃什么健康什么 到最后保持健康的人 也是天天有病 那怎么办 那所以到最后 真理是会得胜的 但是我们保守心 那趁着机会 当人已经走到尽头 没有办法的时候 告诉人 所以为什么 我们还是要降服整理 我们要性重生 然后这个地方带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机会 但是我们在这样的社会 大巴比伦 多国多民多方 多看法 混乱的灵 这样的社会 我们一定要懂得 穿戴全副军装 全副的军装 从头到脚 这六样 我们去读 每一样都是 其实讲真理的 从真理的腰带开始 一直到最后 你怎么应用这个真理 圣灵的保健 如果神的真理 成为你的整个的思想 那你必须在这样的时代 能够发光的 其实像这样的时代 你不要看 这样的社会 这样的时代 每个人都有看法 有意见 但是没有人有答案 没有一个人有答案 只有有真理的 才有答案 看法多 想法多的 后来到最后 到底哪一个想法 哪一个 哪一个看法才对的 没有一个人有答案 因为人的看法 都是相对的 都是跟着环境情况 变动的 对吗 只有神的话 按照神的旨意的 必永远长存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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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